那我们每次讲拉的时候呢 都是当场找 最好是 因为现在糖尿病心脏病的话 你一下子还看不出疗效来 最好就是有谁的腿痛 腰痛的 咱们可以到这儿来试验一下 有没有情趣的时候 有您是什么痛 那位女士啊 现在痛不痛 那不行 我要的一定是此时此刻就痛 所以我现在一听谁痛 我就特开心 或是什么 它有对比 您是哪儿痛 啊 肚子痛 腰现在也痛 现在 此时痛不痛 此时痛啊真的啊 那我就很开心啊 他除了腰痛之外还有头痛是不是 这一点常常痛 这个点也痛 太棒了 还有哪儿痛 你上海给大家讲 你上 我说话 我不是很懂得讲话 你讲话 你讲话 你多好啊 你讲话 我 你讲话 我在樓梯滚了下去 他没有出声 没有跟我家人说 就只是我发高烧 送了我进博外医院 扣尼退了烧 医生都不知道我滚过下樓梯 所以我半边身现在是鼻痛的 你就讲主要的症状是哪一个地方不舒服 头是最辛苦 因为我颈 我怀疑颈椎 OK 这个肩头这边 最主要是这边全身鼻 那就整个右边 对 对 那就说我舒服一下 一个是头 一个是颈 右边但是一直到这下 都整个右边都不太舒服 对不对 好 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到 一个是这个地方 肩胛骨这个地方 再就是头 对 你刚才说那个腰呢 腰这个地方呢 还有啊 还有 到壮骨那里的 我一天的痛点越来越多 我就越来越兴奋了 我还是贯骨骨骨 我还是贯骨骨骨长骨都很深 那就是贯骨骨啊 好 那大家现在开始来 咱们就看现在现在拉 好 你现在坐到这个地方 真好是右边 坐到这儿 大家不用站起来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坐到这边 躺下来 对 对 对 右边脱了就行了 好 躺下把脚搁在这上 对 好 大家前头都不要站起来 好 看着一下 看着一会都看 不要往后 往这边往 这个往 往下 往这个上面 我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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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慢慢往 痛啊 他这个都是我第一次见到 他抬到这个地方就已经受不了了 看见没有 那你先下来 下来 下来 好 慢慢的举起来 他这脚抬高啊 那你这个两个先举 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行吗 我痛多 我还没见到这样子 就是说 他连举到这个地方都举不起来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 那边上 对了 你让他摔上一点 然后把他摔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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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这次的楼梯滚下来 显然不是一个地儿 他整个这个 可是我还是希望他慢慢的 好吧 慢慢的 好 好 你慢慢的把这个脚放下去 慢慢的 你这个时候越痛 一会儿就越舒服 好 我现在问 好 我现在给大家开始讲一下 首先 大家安静一点 哇 好痛啊 看见没有 这个阶段 这是一个诊断 咱们怎么诊断呢 你看 他把这个脚抬起来的过程 其实他现在 我们要问 他哪里最痛 你说 冰豆最痛 好痛啊 现在哪里最痛 我说 我说 屁屁好痛啊 屁股也好痛啊 看见没有啊 好 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整个 屁股和胯骨这儿 都痛 这说明什么 因为中医有句名言 通则不痛 头都痛啊 看见没有 对了 他这样的病 我给大家讲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就他这样的病 就用这个知识最好了 为什么 刚才他所有的痛的这个地方 你不用拍 任何的什么X光啊 什么的 MRI都不用 他痛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病的地方 大家明白了吗 这是一点啊 但是他这个呢 是比较明显 是整个这边都有病 但是还有很多人 不是像他这样 他可以举起来 大部分最痛的是 锅窝这个地方 就这个膝关节后头 这些人呢 只要膝盖痛 肯定什么 腰就有问题 好了 你把手尽量往后放 啊 好痛 哪里最痛 再跟大家说 整个 整个这个 整个 这脖子痛痛 这脖子痛啊 脖子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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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肾的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说的是 腰肾它连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我还要问一句 你现在是不是身体开始发热了没有 通常痛的时候 越痛的话身上发热越快 那他现在痛成这样 还不发热说明什么 他身上的寒太重了 以致你看你们就要回去 不管是拉筋还是拍打 只要一通的话那个热 阳气肯定上升 但是他居然通成这样 他居然还没热 说明他那个病 你看他是很小的时候摔过的嘛 就整个这边都是寒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的人拉筋的时候呢 他不仅不热 反而会寒 就是你摸他的手和脚 跟从那个冰箱里头 刚拿出来一样 手手都冒一冒 这个不论是发热 还是发寒 都是什么 都是好事 发热的话 说明阳带升 如果冷的话 说明什么 在排寒 就是里头的寒 在往外排 这个都是好事 但是呢 咱们再看看他 看看他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 是坚持 为什么他能治病呢 就是他对这个疼的忍耐的时间 你不要看他现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次我们在新疆 塔利公油田 上来一位老太太 也是来拉筋 刚拉了不到两分钟 他说啊 我不拉了 赶紧下来 跟今天一样是个会场 我说那您赶紧回去 结果 过了不到十分钟 老太太举手 我说你举手干什么 坚决要求再拉另外一条腿 我说为什么 刚才最痛的那条腿 现在就特别舒服 而没有拉的那条腿 现在就 哥们就不舒服 所以他就希望 赶紧再拉另一条腿 所以我们 凡是第一次拉筋的时候 大家记住 拉完之后 先别拉另一条腿 先起来走两步 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 左腿和右腿 是明显的 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已经疼得 眼泪都出来了 那但是呢 咱们应该 是不是应该给他 一点掌声鼓励啊 那么你同事呢 通常比男的 想念 他有一个好处 他先腿和你 但是他的胳膊放下来 这个不痛吧 就是这个肩 这个地方通通 你边背痛 那这边就是背痛 这个也是诊断 像女的都比男的好 很多的男的 手都这样 根本就放不下去 只要你的肩膀 放不下去 这就是什么病啊 尖州炎 但是尖州炎呢 只是我们说 因为痛 你能感觉到是尖州炎 通常这个尖州 这个地方有问题的 他的心 他的肺 包括他的脑部 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经络是这么走的呢 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 刚才他说了 除了只是这边痛之外 从小还有头都痛 也就是说 你拉的这个过程 不是只是简单的 治什么膝盖 是整个这边都